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以色列竟然对联合国的军队都动手啊 他真的是以为美国撑着他 他就肆无忌惮了吗 以色列现在正在大举进攻黎巴嫩 天上的飞机 地下的坦克 黎巴嫩的军队几乎是无招架还手之力的 可是大家知道吗 联合国最近二十年来 在黎巴嫩有大把的维和部队 本来联合国的部队想着 以色列你进来了 我们多多少少观察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那样残暴的行为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把黎巴嫩变成第二个袈裟 然而以色列军队现在真是有点肆无忌惮的状态了 他们直接命令联合国的军队 必须待在自己的营房之中 不允许出来 出来的话枪炮可是不长眼的 而且这两天以来 以色列攻击了联合国的多个营地 已经造成了人员的受伤 这一下子西方国家也不干了 意大利 法国 西班牙等多个西方国家谴责以色列 意大利甚至把以色列驻意大利大使都叫过来了 为什么意大利这么激动呢 因为被以色列攻击这个防区是意大利军队负责的呀 你以色列简直是啪啪打意大利的脸呀 说实话前两天我们讲啊 以色列去轰炸黎巴嫩的时候 烧带脚把法国企业在黎巴嫩的加油站啊 把基础设施给炸了 以色列根本就不道歉 为什么呢 以色列就等于是对马克龙要求对以色列武器禁运的一种反击 你不让把武器给以色列 我就炸你的法国企业 你炸法国企业好歹哈 你还有个油头 那么你攻击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你有什么油头 尤其是意大利又哪里得罪你了呀 以色列现在真的是有点狂到无以复加的状态了 以色列似乎觉得 反正在整个中东地区没人能奈何得了我 你看看一年以来 袈裟我慢慢是不是蚕食掉了 我的军队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袈裟了 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也被我击杀掉了 我一劳永逸的解决掉了我身边的心腹大患 结果你们这些国家除了畅畅高调 除了在联合国搞点什么决议之外 你们还能干什么 现在我就是要把驴巴嫩变成第二个袈裟 我不但要轰炸他 我还要地面军队进来 甚至我要把联合国维和部队赶跑 我看你们能奈我何 天狂有雨 人狂有祸 我们承认啊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阿拉伯国家也好 世界各国也罢 大家虽然口头谴责以色列的种种暴行 但是有点这个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状态 反正嘛 那个地方乱了这么多年 就让它继续乱下去吧 又没有伤害到我们的切身利益 可是当以色列的野心越来越膨胀 当以色列肆无忌惮地攻击法国 攻击俄罗斯 攻击中东各个国家 甚至攻击联合国之后 我觉得啊 事情正在起变化 老美难道就能完全地帮助以色列 抵御这些谴责吗 内塔尼亚胡再狂下去 会不会全球群其而攻之啊